場地音樂家優雅的開場表演 貫穿了全場的民眾 2018 紅梅新人獎巡迴展 最近在新竹市文化局梅月畫廊展出 今年展出五位藝術家 35件作品提供民眾欣賞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展出 其實就是我們過去這三年 這一批五位新人 他們所做的一些作品的呈現 他們一些等於自我演化成 先進成果的一個展現 那更加也特別的是 要值得一提就是說 我們紅梅新人獎的部分 除了作品的呈現以外 它還有包括藝品 它特別每一個藝術家 他都邀請了一位藝品家 就他們的藝品 就他們的作品 寫出相當精彩的藝品 紅梅新人獎由長期深耕新竹的 紅梅文教藝術會所支持 由企業家陳天順跟兄弟姐妹 為了紀念父親而設立 其先投入社會公益活動 而後開始轉型為文化藝術基金會 培養優秀有華的年輕藝術家 到現在已經有十年的時間 在過去的這多年來 我們已經支持陪伴了 有五十位的藝術家跟藝術評論者 那我們也辦了五場的巡迴展了 在這些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持續的成長發光 我們非常的高興看到他們有這樣的成績 由藍色跟白色條紋所組成的畫作 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這是藝術家張廷真畫的海洋波浪 他希望展現的是世界的構成 就像這個海洋一樣層層堆疊出來的 然後你看我的作品的當下的那種畫面感 會覺得還是一種量化 因為我覺得還是一種承載的量體在 因為你看海洋的時候 其實你會投射很多你的情感 然後它同時也承載了許多世界的歷史在裡面 然後我關注的是在我的 就是那種情感 或者是你的一些思緒 投射在海洋的時候 你其實會有一點紓壓 或者是其他的感受 2018紅梅新人獎訊會展 從幾日起展到明年元旦 喜歡藝術作品的民眾可以前往欣賞 跟著藝術家一起探索這個豐富的世界 海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